去年的12月份公安部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出入境政策的新十条正式落地 相关的政策的覆盖面也拓宽到了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先行先事 今天上午杨浦区作为了上海唯一的区域性双创示范基地 向符合条件的外籍人才颁发了全市首张双创区域 中国永久居留权申请外籍人才认证喊 加拿大籍华人张鸿生获颁首张双创区域 中国永久居留权申请外籍人才认证喊 根据新十条相关规定 具有博士学历或在双创区内单位连续工作满四年 每年实际居住累计不少于六个月的外籍华人 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 张鸿生2009年回国 2011年在杨浦区成立了一家 以细胞精准治疗为特色的研发型公司 各项条件满足提出申请后很快获得审批 如果在学校里面是郑教授一类的 然后在创业里面 我们那里是500强里面的CEO 所以那种一般人都达不到的 把门槛放低了 就更有利于大部分海归的人来创新创业 只要它材料齐全 那么我们肯定会尽快 按照法律规定的流程 我们尽快会就是审批拿出这个永居证 首张外籍双创人才签证认证函 今天也一同办出 凭此证明为持签证来华的外籍人才 可向上海口岸申请落地签 这一政策为短暂来华的外籍人才提供了大量便利 我们对于海外人才聚集度最高的这样一些大型的企业 科技园区 孵化器 中创空间 这一类的机构 我们目前就是制定了一个白名单 授予这些机构一个可以自行认定 这些人才的一个资格 签订相应的一个承诺书 然后对有关的风险进行一个管控 未来杨浦区还将充分盘活区域内学区优势 通过更灵活更便捷的政策 为外国留学生在双创基地兼职 创新创业提供便利 东方卫视记者戴京磊上海报道